第一次来很新鲜 我觉得第一次来 我觉得舞台简直很好 真的舞台让我觉得 就是我是一个顶级的宇宙级的艺人 就是我们来了很多次央视嘛 来录一下节目嘛 然后就是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觉得每次来都有不同的体验 然后就觉得这一次 然后又能够站在大大的舞台上 让大家来看见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而开心的事情 而且会路过就是其他演播厅嘛 然后可能会有那些小朋友 小朋友他们会穿的特别可爱 然后在外面等 我觉得很可爱 就每次来看都会被治愈 心情好 小朋友太爱可爱了 因为剧场它是一个小小的剧场 然后我们跟粉丝就是有很进去有互动 然后当我们就是第一次上这种 稍微大一点的舞台的时候 然后那个舞美部品一起来就感觉 好高大上 当然我们在剧场的时候也觉得很高大上 但是我们觉得 就是能够在更漂亮的舞台上面表演这个演示 我看一眼 我是不是比较震惊的 当时我在房间里直播嘛 你要把库纳突然敲我房间就 我小马就暴躲在那儿哭 其实我当时在直播 我说没事 然后他后来就去找死嘉诚 因为一开始我们在向大家传达的时候 我们想要这个队歌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比较忐忑 然后觉得是如果真的能上 如果能进就真的太好了 但是没想到大家就是粉丝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 然后这算是一个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奇迹和一个景气 所以我觉得就是 让我们就是 精神为之一阵的那种感觉 就是整个人的亲切也还是提上来的感觉 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对就是因为很意外 一对算是一个就是 刚刚开始的感觉吧 然后只是跟粉丝喊一下 我们的一个需求 然后粉丝那样做到了 做到了还给我们很嘎的事 非常给力 对 就是我还专门去看了各地直播 粉丝的反应 那当时我就看到 就是当时说完 说第一个字一 然后轻敏一招抵押粉丝 就有一种 哇你最厉害 那种感觉 当时就觉得 感觉非常的开心 就是这种感觉 已经很容易感受到 当然还有就是非常感谢粉丝 对我们队哥的付出 对就是让我们非常荣耀的获得 这种忠抱地名 就有一种 哎 我们一队终于有一点盼头了的那种感觉 让我们欣欣会 对 让我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对 觉得之前做的一切都值得 而且我们确实在等一个这样的机会 希望能站到大舞台 让一队全员 等着在舞台上 一起开开欣欣打跳那首 出于我们队的队哥 希望能够可以 因为中暴持得非常好成绩嘛 希望在最中暴 然后也能够保持这样优秀的成绩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 是希望能火花 对吧 在我们队哥拿了中暴第一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队内开了一个小小的会 然后我们决定说想要MV 对 其实这个我们想要MV 这个想法呢 并不是说我们的对自己的信心爆红 或者说拿了个信心爆红 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们真的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们实际上表达 我们已经最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做到了 我们所能做到的东西 然后我希望 就是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有一天去在那个B50的舞台上 然后真的让我们展现了一份惊喜 对 我们的粉丝很擅长给我们惊喜 所以这一次我依然相信 就是有新歌跳的 而且是能够有这么一次 B50的机会 就是通过我们和大家的鼓励 可以让他 赚上更大舞台的那种心情 是怎么说 就是会 自己把自己感到的同学 我觉得应该也会感染到 其他的人看到这首歌曲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们 一个来说很重要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 愿意 就是帮助我们吧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力量的帮助 吃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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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次恭喜大家 赌报的这次好成绩 谢谢 谢谢 希望一队有个人优秀的成员 能拥有特别好的成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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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